下面讲解文件管理 点击文件 文件管理 共有四个文件夹 第一个用户子程序文件夹 用于存放用户子程序文件 方便用户进行插入子程序 第二个程序文件夹 用于存放用户程序文件 程序文件 一般配套有Data文件 Data文件包含 指令生成的具体参数 比如点位坐标 速度 平滑等 运行程序时 只需要将主程序加载 Data文件无需加载 Data文件跟随程序文件 跳入相关指令时 自动生成 无需新建 当拷贝程序时 务必将Data文件一起拷贝 第三个截屏文件夹 用于存放视角器屏幕截图文件 截图具体操作为 同时按下RNM的键和F3组合键 即可截屏 第四个备份文件夹 用于存放用户本地的备份文件 关于使用具体可参考文件备份 与导入教程 下面以程序文件夹演示具体操作 第一个新建 新建文件夹 在Scribe文件夹下 可以新建不同名称的文件夹 方便归类 第二个新建 新建程序文件 自定义程序文件名称 点击打开新建程序文件 可以看到自动生成的主程序框架 在该框架中 可进行程序指令编写 插入运动指令后 相应的Data文件会自动生成 打开 打开文件夹或程序文件 加载 将当前选择的程序 加载到当前通道中 并在调试器中显示 刷新 当有变动时 可刷新文件夹内的内容 向上 返回上一级目录 剪切 用于剪切文件 或文件夹到剪切板中 复制 用于复制文件 或文件夹到剪切板中 粘贴 将剪切板中的文件 或文件夹 复制到当前路径下 除了使用文件备份 进行程序备份以外 我们也可以直接复制 script文件夹下的 程序文件进行备份 我们将script文件夹下的 所有程序进行复制 然后粘贴至U盘内 如果我们需要导入时 我们直接将U盘内的文件 复制粘贴近 script文件人下即可 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复制相关文件时 一定要将data文件 一并复制 删除 删除当前文件 或文件夹 重命名 对当前文件 或文件夹的名称 进行重命名 右盘弹出 安全弹出 右盘 可以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